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就是可能碰到可能你们事情忙 也可能是碰到八八风灾 也可能碰到很多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早点做 是比完做好 那但像刚提到说可以用一些行政指导措施 或是行政的一个措施 大家互相体谅一下 这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问题是说 如果有类似这个状况 早点做会比较好 你同意吗 是 我同意 另外一个问题 我认为说你们要更早做 什么问题呢 这个台湾的农产品的生产履历问题 中国大陆那边叫原产地证明 怎么说呢 中国农业部台办副主任李永华 来到台南走马赖农产 举办的2010年海峡两岸农予业交流 暨农产业对接会 那个会里头啊 我们都会有派这个辅导处 曹处长去了 但是那个会里头啊 他就是讲了 就开始大吹法罗了 说什么 中国将特别针对石斑鱼在内的四种税 还有台湾水产品 量身定做适合台湾的原产地证明 这个部分 当然经过A罚之后 我们有四项农产品列入这个免税 对不对 18项 对啦 其中那四项里面 对农民是蛮有利的 我们必须承认 如果出去那边免税 我们的竞争力会比较强 但重点是什么 原产地证明 量身定做适合台湾的原产地证明 我们的曹处长就讲说 对大陆这项政策表示感谢啦 为台湾量身定做产地证明很重要 但问题是什么 你不是应该早就应该跟中国大陆去协商 要求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原产地证明 透过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生产履历的制度 透过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其他的产销管道的这个部分 早就应该强调 而且也不止这四项要做 所有台湾 总容易被这个中国大陆山寨产品 仿冒的这些农产品都应该做啊 那怎么变成我们的这个产品对交会 中国大陆的这个 要有劳这个中国大陆农业部的台办的副主任 这样的层级啊 来跟我们讲说 好像我们对你们很好 我们要给你们量身定做做一个原产地证明 我觉得不需要了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了 而且应该不是只有这四项 其他这很多好几项很多项台湾的农产品在中国大陆 有被防冒的嫌疑或是有被防冒记录的 都应该要去做我们的原产地证明 或是我们的生产销履历 您觉得是不是应该更积极一点 这点跟我也报告 我们非常积极 我们这个在97年呢 我们就开始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 就是我们的吉安普 吉安普 到大陆去 这早就有了 到大陆去注册 吉安普 吉安普是在 对了对了对了 在大陆注册是算是创举的 那注册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第一 现在吉安普啊 是被人家冒用去注册 那现在我们已经提出 把它撤销 所以大概在明年啊 吉安普就可以把它撤销 然后用回归国文明 那CAS呢 他已经审查通过 而且公告 那公告要有一定时间嘛 那在明年1月20号 那为什么要等到他们来跟我们 好像是一个末大恩惠一样 会台湾量身定做 没有 这个我们老早就在做了 那他现在所谓的产地证明是在讲什么呢 因为他要免税嘛 对不对 对啊 那免税 那个税号要特别有一个 不是 假如是说我们是进口的 嗯 然后再去卖给他 那免税 那这样他认为说 那这个就不是你生产的嘛 那就要证明说 原产地我知道 我知道原产地证明的 那他现在原产地证明 他就是说 那假如是 证明是台湾所生产的 不是台湾从第三国进口的 比如说你进口疫苗 对不对 那疫苗在我这里生产 然后生产六个月以上 那就还是台湾的 对 那虽然疫苗是进口的 他也是这样的意思 我这样跟你说 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更积极一点 不需要等到他们来 跟我们所谓量身定做 好像我给你一个莫大的恩惠一样 不是那个 不是 不是跟这个无关 对 他只是说 因为要免税啊 他到底要证明 到底是谁生产的 而且这个部分 我刚才起的例子就是这样子 农委会应该有很多经验啦 就是我们的原产地证明 要怎么做 而且事实上是适合台湾的 我们农产地出口太多国家的啦 我们现在 每一样出口都有我们的这个 原产地证明嘛 对 对 对 所以这碰到不 不只是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会碰到而已嘛 所以这也犯不着 他们要好像一个 一个这样子 恩惠一样 为台湾定做 量身定做 讲的那个好像那么好听 那么夸张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你应该讲说 对于这种原产地证明 我们当然谢谢啦 但是台湾这个农产贸易 已经是行之有年了 所以我们这种东西 我们都这种业务 我们都很显熟了 好不好 双方啊 因为双方既然免税吧 所以双方总是有一些细节的讨论 这个也难免啦 另一个小事啊 是农委会的小事啊 但是民众的 可能是民生的大事啊 你们农委会最近被监裁院纠正了 纠正什么 对于猪血糕 猪血液民众长期吃的食品原料 你们没有好好尽责去把关 你觉得呢 你喜欢吃吗 这一点我喜欢吃 你喜欢吃 对 到夜市啊 必吃 必吃 对啊 名列这个世界十大恐怖的食品之首 你会觉得这很夸张吗 跟委员报告啊 是照规定是有一些辖职的 但是猪血糕啊 我们 切食啊 也没有说 那么严重不能吃啦 嗯 但是 你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 这个部分 跟委员报啊 这个是牵扯到啊 它原来那个 独宰线的设计啦 对 独宰线的设计 那这一点啊 对 取血的设计 那现在我们这个黄姐区已经 及时啊 在要求要改进了 嗯 要用 不同的仪器 或者是不同的那个 擦血下去 它会 直接把血流 引流出来 对对对 这些已经立即 立即要改进 对 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 不要再变成民众的一个 食品安全 对对 这个使用的 当然后端 加工的部分 应该是属于卫生署的 应该去把关 前端 生产的部分 取血的部分 我们都会责乎旁贷吧 责乎旁贷 对不对 是 就 就马总统也那么喜欢吃 你也那么喜欢吃 这应该 从小就喜欢吃 对啊 所以直接把这个东西弄好 你说对不对 对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 所以一个问题啊 请问主委 您有什么管道啊 既然要明天开始第六次将成会 好 这个 第七次将成会 要把这个 这个渔业的问题啊 好 互渔的问题要纳进去 你有这么说吗 好 你有这个管道吗 好 你怎么知道第七次将成会要列入 纳入互渔的议题 这一次第七次 我还没有确定这个议题有没有摆 但是 可是你讲啊 但是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的沙署长 跟他们对等的这个单位 谈过好几次 而且这个是我们一直要主张 所以说第四次 互渔的问题 纳入第四次将成会 这是一个我们的期望 我们的期望 对 还不是一个确定的议题 现在我的 没有得到消息说 已经确定纳入 因为这个 在安排啊 不是我们这个城市在处理 对我知道啊 所以说 陆委会副主委 刘德勋才讲说 这个部分啊 还等待 有待主管机关提出完整构想 所以才会考量 的意思是说 把这个话白话一点 这解读就是说 主管机关还没提出完整构想 所以我们陆委会还没有办法 跟对口的 中国道理那方面 来讨论 是不是要纳进去 第七次将成会 是 你知道吗 人家在讲你们没有提出完整的构想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 这里面 牵涉到 很多问题了 互移以外 还有资源 双方资源 余业资源怎么样子 共享 维护 维护 还有这个 假如是互相有侵犯的话 怎么去处理 对 所以这个部分 你们现在 你说沙署长跟你要谈了 有没有一点眉目呢 谈了很久 而且双方都有这个共识 跟委员报告 双方都认为这个应该要谈 但是不确定会纳入半年后的 的地址是这样的会 就是细节什么时候谈完 我现在没有把握 但是双方有共识 我希望这边站在渔民的立场 站在我们维护我们的渔业资源的立场 站在维护渔民收益的立场 希望你们能这方面能加快脚步 好不好 应该应该 这样子 是 OK 好 谢谢主 接着轮到本局发言 是不是请林峰之委员来帮我代理 有没有理由